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846集 虚物 吉地道 王林向着那雾兽脉步走去奸那,神色从容,如一代宗师般,其右手一拳轰向大地,却见这海水竖起后形成的巨大盆地,在这一刻轰然震动,大量的碎裂,一股地气喷出,那地气污浊,充斥四周,尤其是其内充满了大量的死亡阴气。 那是这海水中无数万年内,死亡的生灵所化。 地气弥漫天地,赫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光环,那光环只有一个,在大体出现,向上急速而来,在前行中不断地收缩,爆发出了一股惊天之危。 那九头雾兽内的古刀啊,其双目瞳孔收缩,显然,亡灵的强悍,与此神通的施展,即便是他,也有了凝重。 他到底走过了几座,踏天之桥呢? 古刀目光一闪,此刻不假思索,右手抬起,掐绝虚空意志。 顿时啊,其身体外这雾兽九头仰天嘶吼咆哮,形成了无数波纹扩散,更有九道不同的光芒赫然从这九个头颅上散发出来。 几天到! 王林向前迈去中啊,平静开口,右手一指天空,却见那昏暗的天空赫然如要坍塌一般,阵阵刺目的光芒闪烁下,王林的一指化作手掌,向着天空猛的一抓。 这一抓中啊,四把属于天空的光明瞬间抓了下来,使得那昏暗的天空瞬间暗暖。 与此同时啊,在这天空下出现了一个如太阳般的光环,那光环呢,向着下方的九头雾兽急速逼近而去。 属于王林的八级道,如今除了最后一道外,全部完成。 金木水火土更有天地二级,化作了无数光环,向着那雾兽而去。 那九头雾兽咆哮下,九色光芒闪烁,赫然在其四周形成了一个九色彩虹。 不断地环绕间,那九色光芒四散,与王林的这一八级道神通漠然对抗。 紧接着,那雾兽内的骨道双手伸开,猛的一晃间,那雾兽九头四周,立刻出现了数百凭空而出的雾球。 每一个雾球中都蕴含了足以轰杀岳天尊的力量,甚至就连大天尊面对着数百雾球也要心惊。 在这数百雾球出现的刹那,他们赫然分裂,竟在这短短的转眼间,化作了数千上万,密密麻麻漂浮在四周。 与那雾兽九头的光芒,还有其身边的九色彩虹,一同对抗王林的八级道。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震动了整个苍茫盆地。 却见那五行极道,一一粉碎后,极天道与极地所化的光环却是穿透了那层层阻隔,落在了这雾兽的身体上。 那雾兽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庞大的身子一颤肩膀,王林身影,漠然出现。 他之前在施展了这八级道后,没有丝毫迟疑,体内素神脉,全力运转,使得其素于刹那间暴增无数,一步迈出,消失无影。 此刻出现,王林默不作声,右手握拳,一拳轰出,天地轰鸣。 一个巨大的拳头虚影,直奔,雾兽身体而去。 一拳之后,王林不看结果,身子一晃,再次消失,出现时竟在了那雾气内。 古道的身后,同样一拳狠狠地轰去。 在其拳头落得刹那,古道猛地转身,大袖一甩,轰得一声啊,王林身子倒卷而去,从雾兽身后团出。 但那古道同样闷哼一声,其袖子灰飞烟灭。 王林的这一拳呢,绝非轻易就可抵消。 他从在古道出手之时,就已经进行了一番计算。 此刻,这一拳自有其目的,却见那一拳轰出下, 竟于之前他在那雾兽身前轰出的一拳,以雾兽为中心,相互似有了碰触。 爆发出了一股惊天之力。 在那轰隆之声间呢,似组成了一股暴风横扫, 竟将这雾兽的身躯撕裂。 但古道啊,毕竟是仙刚最强, 几乎就是王林被其一袖卷开的刹那。 却见那浮现在雾兽四周的静万雾球, 齐齐而去,直奔王林。 轰轰之声不断, 王林竟无法闪躲, 被这雾球全部轰在了身上。 一个雾球就可以击杀岳天尊, 上万雾球同时爆开, 形成的力量足以毁天灭地。 在那静万雾球轰鸣间呢, 王林双目默然闭合的一刹, 其右手猛地点在眉心。 其命道! 王林双眼突然睁开, 露出了两道诡异的光芒, 那幽光从其双目散出, 在其身前化作了一个幽色的光环, 立刻环绕其四周, 形成防护。 轰鸣如属于百万的天雷同时炸响, 震动了整个苍茫盆地的同时, 更是向着古族与仙族的方向扩散而去, 甚至在这阴浪的扩散中, 牵动了天地规则, 使得整个仙岗大陆所有的位置风云色变。 道一宗, 祖城地山, 紫阳宗, 还有那北周的冰川之地, 这四个地方存在的仙族, 除了连道飞外的四个大天尊, 此刻全部心神震动, 感受到了那天地的变化, 感受到了那来自苍茫盆地内, 那惊天的两股气息的碰触。 古道出手? 其中一个是属于古道, 另一个很熟悉。 古道在与谁交战, 竟掀起如此惊天之木。 这与古道交战的气息, 是王林。 四道昌宏从这仙族大地上, 袭袭而出, 直奔苍茫盆地而去。 与此同时, 在那古族的大地上, 玄罗, 宋天, 还有那始终神秘的几股一脉大天尊, 纷纷有所察觉, 感受到了大地的渗动, 感受到了天空的变化。 三人不假思索, 全部冲天而去, 向着苍茫盆地击持。 仙纲大陆的大天尊呢, 几乎全部惊动而来, 此刻化作七道长虹, 从各自不同的地方直奔苍茫盆地。 古族那里, 三道长虹呼啸, 速度极快。 仙族那里, 四人更是闭口不言, 急迟而去。 只是以他们的速度, 想要来到这交战的地方, 即便是展开权力, 也需半个月的时间, 毕竟仙纲大陆实在是太大了。 且他们也没有亡林与古道的修为, 那苍茫盆地的中心, 海墙风暴卷洞中, 靠近古族的那一侧, 轰鸣回旋天地。 亡林身体外, 被静万物囚弥漫暴改。 在那轰鸣中啊, 当所有的物囚全部消散后, 亡林嘴角又鲜血, 身子漠然退后, 一连退出了数百丈,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其身体外的优色光环就此崩溃。 古道那里, 其身体外的物兽完全四分五裂, 在那凄厉的嘶吼间消散开来。 他的散去使得古道大天尊四周雾气急速减少, 正渐渐完全消失。 当雾气全部消失后, 他那神秘的容颜也会清晰地显露出来。 你为了看清我的相貌, 竟不惜受伤。 亡林数百丈外的天地间呢, 古道缓缓开口, 其身体外的雾气已然稀薄, 只剩下了不多的一丝缭绕, 勉强阻挡其容颜的露出。 你既想要看到, 那就看吧, 你是从无数年来第一个看到了我容颜之人。 古道身子消瘦, 穿着一身青袍, 只是右臂啊, 却是无袖, 头发灰色, 他望着亡林, 脸上的雾气渐渐完全散去。 亡林在那数百丈外, 同样看着对方, 在对方脸上雾气全部散去的刹那, 他终于看到了这古道大天尊的相貌。 看清之后啊, 他没有露出丝毫意外, 而是长叹一声, 果然是你, 古道沉默, 我该称呼你为古祖, 还是古道? 亡林望着前方那熟悉的面孔, 缓缓开口, 古道的相貌赫然正是 与王林所看到的古祖, 三个城池内的古祖雕像, 一模一样。 亦或者说, 你的相貌是属于你, 那皇城内雕像是按照你的样子所刻。 王林望着古道, 对方的样子带着沧桑。 我是古道, 也是古祖。 古道脸上露出惆怅, 缓缓说道, 我获得了古祖的一部分记忆与意志, 守护古族, 守护其嫡系皇族的后人, 我的相貌也随着吸收了这部分记忆与意志后, 慢慢地改变。 古道声音低着, 你能离开的最大距离, 应该就是此地吧。 传闻中, 说你曾在先祖大地上, 击杀了先祖的大天尊, 恐怕此事有, 应该是有先祖入侵时, 超过了这苍茫大海的中心线, 不而你才可以击杀。 王林脑中一片清明, 很多不解的事情, 如今呢, 也慢慢有了答案, 他始终难以理解, 以古道的修为, 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灭了先祖, 让整个先刚大陆从此无先, 但如今无数年来, 先祖却是始终存在。 获得了古祖的记忆与意志, 你应该在得到造化的同时, 也有了一些限制。 王林望着对方, 轻叹一声, 当完全改变的那一天, 我感受到了一股限制的存在, 我无法走出古祖大地太远, 一旦出去, 我的修为会全部丧失。 古道神色平静, 没有无奈, 没有苦涩。 为什么要阻止我离去? 王林再次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获得了古祖记忆后, 无数年来, 自己慢慢地感受到了一些事情, 一些我无法理解, 无法相信, 但却很真实的事情。 古道轻叹, 他看着四周, 看着这大地, 看着古族的方向。 或许是真的, 也或许是我的错觉。 古道摇头, 他没有去回答王林的这个问题, 而是喃喃后, 双目露出了果断之色。 站吧, 生了我, 我没有力量去阻拦你的脚步, 你大刻离去, 我能感受到, 你还没有用权力, 接下来, 我也不会留守。 我最强之术有两种, 一种为古化天地, 在古族的记忆中, 它是从虚无内诞生而出的, 它始终认为, 它的双眼可以化为日月, 它的血液可以形成江河大海, 它的骨头能变成一处处山脉, 它的双手遮在一起, 就是天, 它的身躯倒下, 可以成为大地。 因它的信念, 因它的思绪, 它用了毕生之力, 创造了此树, 古化天地。 此树, 我从施展后, 从未施展过, 今天是第一次。 古道看着王林, 慢慢说道。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